這時候要來討論口即的成因 對 就會比較牽扯到 可能在生理上 確實口即者 他們在這個言語神經系統上的 和異被干擾 所以這個緊張的因素一加進來 那當然就會非常不容易控制 我從小一就被老師要求 要練習上台演講 所以可能 對 可能就是因為他發現說 我講話是有口即的 就是你如果從來沒有去過重訓室 第一次走進重訓室 你看他隔壁那個 那個 哇 那個 那個 肌肉猛然 然後他隨便輕輕鬆鬆 就是拿幾百公斤這樣 然後可是你連最輕的那一塊 都拉不起來 我覺得那個口即者講話的感覺 就像這樣 而且甚至大一個程度是說 你覺得你練了很久 對你而言就是 你每次舉那個最輕的還是 你還是非常的花力氣